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岳阳城曾经的秦国都城 他由秦国的忠心之主秦宪公一手递嫂 在自己的新都里秦宪公历清统治 终在少梁以义击败强大的魏国 宣告了秦国的崛起 这里还曾上演了秦宫公与商鞅的强强联合 变法图强 在三十多年的秦都岁月里 岳阳作为一个个左右历史进程的事件的发生地 见证了秦国由弱到强的伟大转变 两千多年岁月流转 茫茫天地间沧桑难刃 幸有一群考古工作者 四十多年的艰辛求索 大地之下岳阳曾经的辉煌传奇 正在逐一揭晓 山西关中地区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数个朝代的政治中心 这里广袤的黄土地下有着无尽的故事 一直以来 这里也是考古工作者的乐土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 在关中地区有着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发现 与此同时 这里还活跃着一个国字号的考古队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李玉芳是这支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今年他已经虚岁八十了 尽管几年前曾因意外摔伤了腿 落下些病根 不过 这并不妨碍他仍然要奋战在考古一线的决心 在他的支持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强强联合 正在对位于西安延梁的岳阳城遗址展开发掘 这里曾是秦国的都城 公元前383年 秦国将都城从雍城迁至死地 两千多年岁月流逝 沧桑难刃 今天的考古工作者用手产慢慢刮剥 一点一点地破解岳阳城的历史密码 诚然 在很多人眼里 这个工作枯燥艰辛 并没像一个个大墓的考古发掘那样 能直接给人带来视觉上的震撼 还有那些精美文物 所带来的发自肺腑的赞叹 大墓主人的身份破解 所带来的对人生沧桑的遐想 然而 当普通人对着这遗址内遍地的黄土残桃 在考古学家的眼里 在考古学家的眼里 历史已经浮现 自1967年北京大学毕业以来 作为一个北京人的李玉芳 却与西安这片土地深深羁伴 今天的首都 过往的古都 冥冥中 他与都城有着不解之远 在面积有三十多平方千米的 汉长安城遗址里 李玉芳参与发掘了当年萧和主持修建 为了凸显刘邦君临天下的威鹅宫殿 威阳宫的遗址 找到了汉城帝皇后赵飞燕 备废之后寡居之地 北宫之所在 还弄清了阿旁姑 楼宇横根三百里 向于火烧直通天 只是唐代诗人的艺术想象 因为它从未建成 当然 在李玉芳漫长辉煌的考古生涯之中 与丈夫刘庆祝一起主持岳阳城遗址考古发掘 也是一个重要的履历 其中的故事同样精彩 开端还得从一件文物的意外出土说起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战国铜府 这个铜府不简单 因为在出土之时 人们在它的内部竟然还发现了 金饼 他们是1963年 几个岩梁当地农民在取土之时意外发现的 这立即引起了陕西考古学界的关注 因为金饼的出土地 可是两千多年前 占国秦都岳阳城的所在地 如若系统性展开发掘 一定会有更多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 可惜的是 碍于当时人力物力所限 在次年 也就是1964年 陕西省文管会 只能对岳阳城遗址所初步的勘探 全面考古工作的展开 还得静待时机 这一等就是16年 1980年 岳阳城遗址 终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持下 展开系统发掘 而负责人就是李玉芳和她的丈夫刘庆祝 我们俩就是一个考古队 然后就说上哪去挖 后来发掘我们就决定说到岳阳 到岳阳发掘 为什么当时想到上岳阳呢 就因为虽然是临时首都 但是它在秦的发展史上很重要 因为这点呢还是一个空白点 所以我和老刘呢就决定到那去发掘 考古发掘府一开始 考古工作者就有了不少收获 这个叫大步黄迁 一种步币 很像战国时期的韩兆魏三国的货币 不过它诞生的年代 却是两汉之交的新芒时期 大权武时 这还是新芒时期的一种货币 武朱前是汉武帝统治时期 开始发行的通用货币 它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直到七百年后的隋朝 它依旧在商业交易中被频繁使用 这是半两钱 秦国货币 诞生于战国晚期 秦惠文王统治时期 而当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它更是成为秦帝国境内的通用货币 它在中国钱币史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为外源内方 这个中国古前外观设计的基本形态 正是自它开始确立 出土钱币的年代 鉴字上诉 勾勒出岳阳城清晰的历史脉络 这是一个赋予传奇色彩的城市 但它最初的辉煌还要更早 那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故事 公元前384年 秦县公元年 此时是战国七雄并列的时代 而在这七国之中 又以魏国第一个实施变法 而最先富强 傲视群雄 魏国甚至将版图跨过了黄河 占据了关中平原很大的地区 这些地区史称河西地 而这里是曾经秦国的故地 如今成为指导秦国复兴的魏国疆土 这也让秦国君主鲁梗在喉 这个河西之地是秦和魏经常交错争执的地方 秦国力量强了 何西地就归秦 秦国力量弱了 那么魏国人就把他打下来 面对魏国的战略压制 秦县公决定 不再像之前的秦国国家一般退缩迎人 他知道 关中虽大 但没有何西地的秦国 其实已经退无可退了 所以他要直面挑战 他的做法是建造一个新都 地址就在靠近秦魏杜志前沿的岳阳 这个岳阳城它的位置来说 其实景临它的东部边境 因为一般来说选都城的时候 很少选在前沿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这是它实际上来说 它的军事上来说 军事性是很强的 公元前383年 秦国正式迁都岳阳 有学者认为 秦县公迁都于此 颇有些后世明帝国迁都北京 积极防御的意味 这有些道理却不尽然 因为这是秦县公有意宣告 大秦从此崛起 诸侯悲青丑莫大言 秦人一路下坡 然后到了秦县公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改革的时代 他远离了庸城 离了庸城还好远 那么没有那些对这种改革措施的 那种保守势力的阻挡 因此他可以在这里做一系列的改革 要崛起就要有准备 而准备必须靠秘露蓝履的创造变革 慢慢积累 秦县公深知这一点 而定都岳阳之后 他的变革步伐更加坚定 在1980年的发掘中 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件陶器 其上的两字名文 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这是传题写旧的乐视二字 二字的背后 蕴含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 文献记载 秦人初心为四是在岳阳 而从考古资料来说 我们看到最早的秦人的四就是岳四 这个来说 我们在岳阳已经发现了好多 但这个四来说 它应该是个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 物乐公民依靠七成 所以把岳四扣上了 就是你的东西可以卖 不是说这个东西只是 给秦王用 给什么用 不是配景字 而是市场化 岳市是秦国第一市 用今天的话语来说 岳阳就是秦国商业制度建立的试点 这个政策想必是成功的 因为在之后 其他重要的秦国城市里 也多有类似文物的出现 譬如在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 就有刻着陕市名文的秦国陶冠出土 当然要论其商业地位 岳阳的重要性要远远重于其他地区 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史记 《货值列传》中 曾对岳阳有过这样的技术 岳亦北阙荣敌 东通三进 亦多大谷 商业繁盛不仅是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时代 也是早先战国晚期岳阳城的真实写照 那个时候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 但必须指出的是 货币的多样性 也给跨国间的交易增添了不少麻烦 而有学者认为 不像后世西汉时期 金饼只作为统治阶级内或赏赐或上贡的象征物 岳阳城遗址中发现的战国金饼 有可能在商业交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为岳阳城中富商巨股们通行的支付工具 这些金饼的主人或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博物馆的保管员说 当年这个同府出土之时 其实内藏了八枚金饼 只是其中的四枚调拨给了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由此可见 他们曾经的所有者或许没有逃诸一顿支付 但其财力仍然不可小觑 建立市场管理制度的举措 使得秦国商业繁盛之外 秦宪宫还改革了户籍制度 建立了深入基层的有效管理机制 这也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征兵来源 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与卫国的一场战争 这一场战争他只能移 不能失礼 公元前362年 秦国与卫国注定一战的时刻到来了 地点就在岳阳东北一百多千米外的少梁 史称少梁之战 这是秦国以举国之力文化的战争 他的胜败将决定秦国未来的国运 血流尘河失衡遍野后 秦国最终取得了胜利 秦宪宫二十多年的米历 终在战争结束时取得了回报 少梁之战胜利结束不久 年过花甲的秦宪宫撒手人寰 他可以名义了 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作为秦国国君的使命 诸侯悲情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公元前三六一年 一个叫魏央的年轻人躊躇满至西巷软行 他的辉煌人生将在岳阳开启 此时岳阳城中 君临秦国的秦孝宫继位不久 雄心勃勃 他知道尽管在自己复兴秦宪宫的苦心经营下 秦国再也不被东方诸侯小觑 但秦国还是不够强大 继位之初他就广布招显令 为的是得到一个真正能复国强兵的人才 就这样二人相遇了 魏央对秦孝宫说 秦国不变法无以负强 何谈称霸 在岳阳城深宫中 他为秦王规划宏伟的蓝图 改革变法之路由此开始 但变法大计千头万序 要展开实施 必须先树立威信 于是在秦国国都岳阳的街市中 便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 一个壮汉扛起木柱艰难前行 魏央许下承诺 能将木柱送到市场的另一头 便可获得五十斤 赏赐太重 无人相信 所以都抱着戏谑的神情 嘲讽着他们眼前的痴人 不过他们终究错了 这个痴人完成了任务 魏央也践行了承诺 痴人领取了重赏 言必信 行必果 商鞅在岳阳城中策划的喜目立信 非常成功 他让秦国上上下下 认清了自己的一诺千金 与坚定决心 自此以后 统一杜亮恒 军功等决志 费景田 开千木等等一个个制度 一条条法律 在岳阳城中相继出台 秦国也愈发强大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秦风啾啾 摧枯拉雪 魏国在与秦国的征战中 节节败退 和西地丧失殆尽 而被魏国视为直插秦国命门的重要关爱 韩古关 也被秦国收入囊珠 让秦国从此具备了 退克文守关中 尽可逐鹿中原的巨大战略优势 秦国的强盛已经势不可当 无疑 这一切的成果都离不开魏秦的变法 而他也因巨大的功勋 被风雨商议 而被后世称为商秧 秦孝公十二年 公元前三五零年 秦国将都城从岳阳迁至咸阳 之后的一百多年 咸阳也一直是秦国乃至秦帝国的都城 虽然岳阳不再是秦都 但放眼大秦疆土 他的地位依旧非常重要 李玉芳认为 他的地位仅仅次于咸阳 那么依去又是从何而来呢 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 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史籍之中 不曾记载的历史隐秘 岳阳二万弹一击 咸阳十万弹一击 这是对当时秦国两个大梁仓的直接描述 虽然等级不及咸阳 但考古学者认为 岳阳有当时秦国的第二大梁仓 这一点无可争议 那么岳阳的庞大梁仓在哪里呢 要知道 尽管因为时间的洗涤 地表早已没有痕迹 但地下却有迹可循 中国古代大型的梁仓 往往都是半地学士的建筑 因为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粮食的长久保存 那么岳阳城中能否发现 这些梁仓存在的遗迹呢 很自然 这也是1980年 岳阳城遗址发掘之中 李玉芳和刘庆祝的关注点之一 但城址发掘面积太大 所以是有主资 那时考古工作者最期待完成的任务 就是在广袤的田野之中 找到岳阳城的城墙 知晓岳阳城的范围 秦国旧都雍城的面积是10.56平方千米 这个面积不可小觑 因为一千多年后 修造于明代洪武年间的西安城 其面积也就比它大了不足一平方千米 凌空俯视 气势非凡 那么岳阳城的面积又有多大呢 我们知道 先秦时代城墙都是由夯土打造的 历经岁月风霜 地表之上还存有一迹的屈指可数 显然岳阳城并不在此例 但所有城墙在地表之下的墙基 往往都有迹可循 于是陶谷队在可能是遗址的广阔区域里 展开了细密的排查 这都是在钻探的基础上 钻探就是找夯土 找夯土以后确定这个大的范围了以后 然后在这基础上才视觉 我们做的那夯土的边对不对 就是钻探的那夯土的边要找着 墙边 墙的宽窄 这都要找出来 努力工作之下 考古工作者很快找到了岳阳城的两面城墙 南墙与西墙 但这次考古发掘工作到此也就难以为继了 因为城址所在的大部分区域的地下水位过高 导致很多地下遗迹都被地下水覆盖 考古工作不得不无奈终止 时间一晃 如今李玉芳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 虽然出于对考古事业的热爱 他仍然坚守在考古一线 但毕竟年纪大了 对岳阳城的考古工作无法一手主导 世事轻微 欣慰的是 他的学生刘瑞接过了重担 迄今为止 他也与岳阳城相伴了十年之久 2013年岳阳城考古发掘 在刘瑞的主持下再次展开 鉴于上次岳阳城考古发掘 因自然原因被迫中断 这第二次发掘的目标 就是找到上次考古发掘 没有找到的北墙和东墙弥补缺环 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就是找范围 把城墙找全 找范围其实我当时想的比较简单 包括我们去跟李老师去了以后 说地下水位降了剩二十米了 那你怎么找好说了 送的南墙往东追 肯定一拐东墙出来了 送的西墙往北追 肯定有个拐弯 北墙出来了 那我就闭合了吗 闭合以后周围我就一画范围就OK了 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 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 却打破了刘瑞的如意算盘 他们是发现了两面新的城墙 但他们的位置表明 他们绝不是之前考古工作中 未能找到的缺失城墙 这竟然是一座新城 近乎涟压在1980年发现的 一号古城之上 这个发现让考古学者意识到 岳阳城遗址隐藏的秘密 绝对超过他们的预想 时光倒退到1981年 虽因为地下水位过高 无法确定一号古城的具体面积 但通过其他种种现象综合研判 考古队员确定 这一座城址的面积 不会超过四平方千米 所以我就觉得在考古工作中 光靠钻探是不可能做好考古工作 这不能说考古有俗成 一定要通过发掘 你想为什么他们有的钻探的 那个钻探的队伍 他们钻探过去了以后 净落现象 的确 洛阳产很有用 但要深入探究城墙 以及城池隐藏的秘密 还是远远不够 能获悉岳阳城的大致面积 这都是考古队员 在钻探基础上 进行探方发掘的功劳 这是城池考古发掘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努力发掘之下 考古队员还在城墙遗址附近 发现了大量西汉初年的建筑遗存 从战国到秦汉 这个岳阳城竟然延续了数百年 历史可谓悠久 但事实仅仅如此吗 今天我们知道 这不到四平方千米的面积 可是要远远小于秦国旧都雍城的面积 这其中必有因历史淹没而造成的谜局 而对于他的破解 现在或许能从这二号古城的考古工作中 寻找线索 城只发掘马虎不得 这是李玉芳和刘庆祝一直以来的考古理念 自然也深深影响到他们的学生刘瑞 二号古城城墙处 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众多的探沟 目标就是要证明 这新发现的二号古城 就是最初由秦县宫修造的秦都 占国岳阳城 当然在探沟发掘工作没有结束之前 刘瑞不敢断言 但是他强烈期待着这一推论的最终应验 我们在城里做了一些看探 没有全面看探 因为面积很大 我们把这个二号城的南墙和西墙拉起来之后 我们只要量一下它的范围就会发现 现在残存的面积是9.5平方公里 它的北侧被石川河打断 东侧也被石川河冲毁 东北角一大片冲脚了 如果是北边再稍微涨横的话 实际上就是12个平方公里以上了 12平方千米就意味着这座城池 比曾经的雍城 以及保存至今的明代西安城的面积 还要大上一点 不过作为曾经的秦国都城 这个规模似乎也在秦里之中 与李玉芳一样 刘瑞认为战国岳阳城 即使是在后都城时代 依旧是秦国境内名列前茅的城市 甚至在某一方面更是超越咸阳 那么它的利润又是从何而来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 行使黄陵兵马俑重现世间 一时间振兴世界 成百上千的秦军兵俑 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 那个号称虎狼之师的林林威风 但与此同时 另一个发现也不容忽视 就在这巨大的兵马俑坑中 考古工作者出土了 多达三万余件的各类兵器 它们代表着青铜兵器 制造技艺的最高水平 虽历经两千多年的掩埋 却依旧寒光闪闪 风利如初 考古学家指出 这些兵器都是集约化 标准化生产的产物 这也表明秦国境内 必然存在若干规模庞大的 兵器生产基地 九十年代后期之后 在西安出土了大量的氛泥 清风泥 里头我们发现一个规律 有公式 雍是秦人的200多年都城 是雍公式 咸阳有咸阳公式 而岳阳呢 有岳阳左公式和岳阳右公式 这意味着什么呢 它的生产规模很大 只有岳阳有左右公式的 这个情况来看 岳阳的生产制造能力 是特别强的 而公式是做什么呢 做兵器的 如若眼下新发现的城池 真是战国岳阳城 那么诸如兵器制作基地的遗迹 说不定也能成功发现 发掘还在不断深入 就当考古工作者满怀期待之时 很快 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 打断了他们的思绪 13年底的时候 12月份做了发掘 发掘以后确定 我们发现的二号城的实弹是汉代 因为我们在二号城西墙的基草里头发现了五珠钱 那么它的时代只能是比这个要晚 这就是在二号古城后时的夯土城墙里发现的五珠钱 这应当是当时的建筑工人不慎掉落的 五珠钱的发行时间是公元前118年 显然二号古城的修建时间必在此后 这表明最早在汉武帝统治中期 岳阳城经历了一次重建 可是为何要重建呢 毕竟这不是秦末汉初 那个充满动乱的战火年代 自然也不会有城池 无幸遭遇兵险 成为残垣断壁 不堪使物 难道这会是汉武帝 或者又是之后哪个西汉皇帝 浩大喜功的友谊作为吗 其实不然 今天这条距离岳阳城遗址不远的小河 给了我们答案 它叫石川河 今天的它似是没有脾气 流水潺潺 河边一片宁静安详 但这其实是由于上游 修建了现代水库 减少了来水量 而在水库修建以前的漫长时代 当多雨季节来临 这条看似温顺的小河 时常会化成洪水猛兽 让沿岸的居民苦不堪言 诚然 流传有限的史记中 没有这次重建岳阳城的点滴相关记载 但考古学家的工作弥补了缺憾 也带来了震撼 因为之前的发掘 已让考古学者知道 这新修的城池面积 大约有12平方千米 12平方公里是什么呢 洛阳 东汉洛阳城 东汉的首都洛阳城的规模 也就是12平方公里左右 那么这样一来说 岳阳城的规模 就是放到东汉 它也是基本上跟首都同等的 放在西汉的话 它那肯定是责物旁贷的第二大城市 不过 这个西汉第二大城市 也就挺立了一两百年 变造废弃 得到这个结论 是因为考古工作者 在城墙边发现的一批 新芒时期 以及东汉早期的平民墓葬 我们知道 生死有边境 所以不论哪个阶级人群的墓葬区 往往都与城池有着一定的距离 而如今在这里发现他们 这座岳阳城在东汉时代 已告荒废的结局 不言自明 而这也是最后的一座岳阳城 岳阳城的历史 也就此戛然而止 已只发觉艰辛漫长 可是几个月后的2014年春 二号古城的发掘 在如火如土之时 却突然终止 因为考古工作者 在广袤的土地上 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他们竟然又发现了一座 古城遗址 新发现的古城 被编为三号古城 那么这里就是秦宪宫建的秦都 战国岳阳城吗 这里就是曾经秦孝宫 与商鞅强强联合 带秦国走向兴盛的历史现场吗 作为秦都 岳阳城内必有工程 就如紫禁城在北京城中 一国不论大小 其最高统治者的居所 必有楼宇相连的庞大建筑群 虽然在城市遗址的发掘中 往往因为时间太过求远 宏伟的建筑群 早已不见踪影 沧桑难刃 但其巨大的夯土台积 却是有迹可循 当然还少不了大量 诸如瓦当之类的建筑材料 很幸运 三号古城在不断深入的发掘下 这两项证明宫殿遗址 是否存在的重要指标 愈加清晰 这些瓦当有着鲜明的秦国烙印 考古专家说 其上的文样 与秦国旧都雍城宫殿建筑的瓦当 同出一脉 岳阳城中岳阳光 数十年来 考古工作者苦苦求索的战国岳阳城 已经呼之溢出了